斬園哥 今天所有人現場的 約一集的朋友們 非常歡迎 各位來到 XYM3L 律動帶Fighter 150 鬥士登場記者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陳怡 喜愛XPIRE 熱愛XYLAND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開港 我是徐炸元 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跟 斬園哥來到 祝敬一起來迎接 鬥士登場 剛剛斬園哥的那段 自我介紹開場來 完全都是要 募募棒球的感覺了 是 相信大家應該都 非常的熟悉也十分的熱血啦 真的 我想跟我們XYM3L 從在1999年 記得漢匠系列以來 一直非常用心 希望能夠打造 絕佳的性能 絕佳的規格 領先業界同級車款 因此 我們漢匠系列 一直是市場上的 暢銷車款 是 那在去年十月份 推出了 Fighter第六代 150之後 也獲得了 廣售好評 當然 我們真的非常的感謝在場 所有媒體好朋友們 還有所有 XYM3L愛用者們 大家的支持 是 那自從呢 在過去 SYM的New Fighter 也就是第五代的Fighter 推出來之後呢 就有一個重量級的代言人 欸 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 第六代出來的話呢 有哪一位是我們的重量級代言人呢 聽說呢 聽說呢 我們今天呢 這位重量級的代言人 事先保密到家 要在今天的記者會 正式來和大家宣布 而且同時呢 我們這一次的重量級代言人 也為了我們 Z6在Fighter150 來開設了全新的TVC 是 但是相當令人期待 哇哦 在第二的時間當中呢 我們也將會在場 所有的貴賓媒體 還有好朋友們 一起來進行首播的時間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今天 XYM3L真的非常的感謝 大家能夠來到現場 所以呢 我們的總經理也特別來到現場 希望來分享 我們鬥士即將要登場的喜悅 也希望在場的朋友們 能夠把你們最熱情的掌聲 寄給我們 讓我們掌聲歡迎 XYM3L總經理 劉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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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場的貴賓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感謝各位在擺盪之中 播控參加今天 XYM3L機車地露帶 Fighter的代言記者會 XYM3L機車 今年已賣入60週年 在這一甲子的期間 以不斷研發創新的精神 提供消費者各種喜愛的優質產品 深耕臺灣 拓展臺外 跟著臺灣經濟成長 從拉格達 野狼 迪奧 迪爵 到今天的漢將系列 SYM3L機車 將在今年 提供給廣大的消費大眾 全新的視野 探匠系列 是山羊最具代表性的 速貨達的系列產品 也是消費者 口邊 討平的旗艦機種 第六代 於民國 於民國 於2013年的10月16號 一上市 即掀起了銷售的熱潮 以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就創下了銷售1000台的佳機 到2013年的年底為止 總共銷售了2500多台 感謝廣大消費者的支持 跟愛護 今天 SYM3L機車 除了 研發優質產品外 更想讓 Be a Fighter 這個產品的精神 團體到所有美衛消費者的心中 所以此次呢 特別邀請了 台灣最可以代表 Be a Fighter的代言人 藉由代言人 不畏艱難困境的鬥士精神 服務年輕人勇敢的衝向挑戰制度 努力堅持到底 與花威勇不放棄的混戰鬥志 讓SYM以所有人 可以跟第六代Fighter 代言人一樣 會追求夢想而持續的努力 如正如同SYM精湛技術 精彩人生的品牌精神 今後 我們將繼續藉由創造 有SYM特色的面力商品 貼近市場的行銷活動 來強化與顧客間的信賴關係 SYM會再度的創造經典工藝 給予消費者無限的騎乘樂趣 最後 並藉此機會向大家拜個掌門 祝福在場的所有貴賓 各位媒體先進 身體健康 觀世主義 馬連行大力 馬到成功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謝謝各位請 謝謝董經理 我想呢 我們的SYM 我們在第一代 要介紹漢江系列 到我們去年10月推出的Fighter 150 總共15年的時間 15年來我們非常的用心 精益求精 希望能夠提供給所有喜愛我們的朋友 最棒的車 是 那特別的剛剛劉總經理也提到了 Be a fighter 這個勇者無懼的一個精神 特別呢 我以這種男生來說的話 我們當初社會 要有勇氣去影響我們的工作 如果有一台SYM機車的話 充滿了勇氣耶 所以呢 要影響Be a fighter這樣的精神 我相信不只我們SYM三養不斷在努力之外 今天來的這位重量級的代言人 他完全就是具備Be a fighter的鬥士精神 一點都沒有錯 特別呢 又在今年2014年 也就是我們SYM三養的適逢60週年 哇 一夾子的時間 陪伴著所有台灣的人們一起走過 對 所以這個代言人 以及我們SYM的品牌 在這60週年來講 是格外的具有意義的 當然我們現在也非常的頗不期待 頗不期待 希望能夠趕緊來迎接這個重量級的代言人的一場 而且你有發現嗎 剛剛我們這個劉總經理在致詞的時候 還很貼心喔 沒有把代言人的名字講出來 所以我說這一次真的是保密到家了 是 好現在呢我們就一起要來歡迎的是 SYM三養 Fighter第六代 幽靈的代言人要出場囉 嗚呼 在日本職棒太平洋聯盟 連續兩年拉下外眼金手套獎 同時在去年球季 揮出了有18支的軍隊打 風景了67分的打點 特別特別重要的是 他在去年 WB級世界棒球技演賽代表台文出征 我們就達到了 綠賽MVB 即將三場是 Fighter第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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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輪一輪一輪 讓我們熱情 歡迎Fighter No.1 楊大公出場 歡迎Fighter上次楊大公 打擊出去 好 哇 我們也要請大家 跟Fighter第六代 一輪一輪一輪 來進行開場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整個地方的攝影子走 大家看到我們前右手邊 要放進步 Fighter150 有時我們要在時刻 重點選擇代表 Fighter150 你的Fighter精神 最佳鬥使用的鏡頭 大家看一下這肩毛的攝影鏡頭 非常帥氣的肉侍今天來到 我們是個Fighter三強的技術背後現場 今天太陽好人 真的真的非常好 是 是不是應該比一個手勢出來 好 我想大家身為一個Fighter 一輪的游泳 無比游泳 我們是這個Fighter手勢 你要看一下這肩毛的攝影鏡頭 是不是請大家看一下你的右手邊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這邊裡面有 好 也請大家再看一下你的左手邊 好的 我們就要請大家 先回到正前方 再給我們正前方的睡覺 一個畫面 Merry 今天呢我們特別邀請 我們豆腐洋代表 來到了現場 除了代言人 正式和大家分享 見面之外 也要趁這個男人 就會來進行簽約的時間 是榮重的簽約儀式 我們現在要一起照顧這邊來 豆腐洋代表 除了這條正在現場之外 我們要再一次再邀請 我們現在一樣 工業的劉總經理 上台來代表一關 再搖壘進行簽約的動作 有請 美鳳姐美儀 我們先請 美鳳姐美儀 也邀請台上的劉總經理 等一下喔 美剛準備要進行簽約的時間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希望兩位呢 待會慢慢的簽 讓我們一名我們 能夠捕捉到大家的情形 稍微的面前 朝前面一點點齁 那我這邊要倒數 321 再請兩位共同簽名 好 那我們現在倒數 321 請簽名 謝謝 謝謝 美鳳姐美儀 真的非常地柔性 能夠 得到美鳳姐美儀 進行真次完美的合作 傳達給了 VIRE的動式精神 也希望這樣子 勇敢無君的精神 能夠感染 很多的朋友 一起演相當的動詐 我請請兩位 看一下正進幫助 我們只是握手一下 代表我們正進中 有一個絕佳的獲勤 還有一個 最高最完美的合作 這也象徵著 FYL跟楊帶高 正式合作 正式生效的恭喜 楊帶高 成為我們FYL FIGHTER 150的代言人 VIRE FIGHTER 接下來是 也希望兩位能夠比數 FIGHTER龍舍無敵的動作 同時呢 我們也要邀請 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來大喊 VIRE FIGHTER 我們手鏡先放下來 我們先將右手 先給我們這樣的右手 放到你的左肩 握拳 緊緊的握拳 也象徵著 勇者在迎向夢想的堅持 以及堅強 現在的時間當中呢 我們也邀請在場 所有的媒體 還有對面考慮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大喊 VIRE FIGHTER 來到時候 3 2 1 VIRE FIGHTER 相信大家未來的影片 我們將傳承結尊 VIRE FIGHTER 碳降車系的強悍血統 勇敢的影響挑戰 一起 VIRE FIGHTER 歡迎美女朋友們 能夠來捕捉 在台上楊彈彈 以及在家中間 劉總經理的畫面 謝謝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 劉總經理 謝謝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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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呢 在今天這樣子 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們也相信 大家是不是先 往我們這邊來 送一點點 相信呢 這場所有的美女朋友 還有我們今天隊伍會的貴賓 你都迫不及待 希望能夠好好的來 請戴崗 跟大家聊聊天了 所以現在的時間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戴崗 先趁這個機會 先跟在場的朋友們 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不好意思的 楊戴崗 太棒了 各位重量級的巨星 國際巨星 在訪談的時候 一定要準備高小禮 是的 巨星 請坐 好 那真的 戴崗真的 非常非常的難得 今天呢 跟大家來見面 那其實呢 戴崗在 去年 去年 我們在台灣的體育界 有一個奧斯卡獎之稱的 叫做 運動精英獎 然後戴崗呢 也拿下了 這一家 男運動員獎 這一個獎項真的非常非常的難得 另外呢 戴崗在去年 日本職棒的表現 但是沒有話講 金手套 怪語金手套208 這已經是 台灣野手的第一人 連去兩年 同時呢 四十七次盜流 都拿到了盜流 而且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 三陽是60週年 沒錯 SYN三陽工業是60週年 日本火腿隊的對始 68年來 第一個盜流 就是由我們台灣好男兒 楊戴崗拿下來 是不是可以給個掌聲 很不簡單 哇 那他也是 等於我們回歸了19年耶 19年之後 再一次呢 台灣的野手在日本職棒 拿到個人獎項 那請戴崗陪下 過去去年豐收的一年 你自己的一個心得感想 相信你心中也蠻多的一些感想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對 首先我要感謝 我支持我的球迷 還有很多 朋友的媒體們這樣子 然後 現在 我已經 不能留在這個 是講光榮嗎 就是這個獎的 企業裡 我已經不能留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已經在做 下一個備上的準備了 所以我不能停留太久 要往前走 往前走 要對下一個 備上這些準備 要做得更好 然後需要更好的成績 能表現給大家看 是 戴崗也一直秉持著 就像我們的 SYM的精神一樣 Bear Finder 要不斷不斷的努力 不斷不斷的向前 那其實我們知道 戴崗 他其實雖然到日本 奮鬥發展 前面非常的辛苦 也十多年了 但是他一直一直以來 都非常地 在乎非常地看重 台灣的球迷 以及台灣的這塊土地 畢竟是他 出生的地方 成長的地方 那同時 他其實也會 為了很多的東西 在我們台灣的西藏棒球上面 會不會談一下 為什麼這麼的 真的在我們台灣 其實做這些 不是只用嘴巴掌 而是 自己的行動 先做行動 然後 因為 自己出生在台灣 然後 正好是 不要忘記 我說一定是 不要忘記自己是 出生於台灣 我是台灣人 那很多人就是 會改變 然後就 保持 我是台灣人 就是 做好自己 對 我覺得做好自己 真的很重要 對 不要改變 不要做了什麼 改變自己 做好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沒錯 就真的非常的感動 永遠記得自己來自的地方 去台灣 而且在日本發光發熱 幫我們台灣的名字 也印在了日本的職棒史上 讓真的非常的感動 對 其實跟XYM一樣 也希望台灣精神 發展到國際上面去 對 對 而且我覺得跟跟XYM一樣 也是不斷的 將台灣的感覺延續了60年的時間 而且感動 每一個擁有XYM三搖的朋友 當然我想 我這一次的陸佬在FIGHTER15 他有一個很棒slogan 我們一直強調 Be a fighter 所以呢 對於代表你來講 我們很好奇 你心目中FIGHTER 鬥士是什麼樣的thinking呢 對 對 做每一件事 要堅持到底 相信自己的堅持 然後 最後才能做一個非常好的VFIGHTER 做一個滿好的FIGHTER 是 其實我們知道 然後代方在 他現在是1號球衣 那在 他的五隊 北海道 日本火腿 鬥士隊 請代方講一下 這個日文怎麼講 你們的隊名 欸 好該怎麼日本他們FIGHTERS FIGHTERS 欸 其實就跟我們XYM的 FIGHTERS 真的是相額一張耶 是非常有緣分 所以火腿他們是鬥士對不對 對 對 剛好配上我們的 SYM的六代 FIGHTER鬥士 對 這個是相當那麼棒耶 對啊 這個是巧合吧 我覺得 應該是巧合 就剛好 注定今天我們能夠邀請到 重量級的代言人 楊代鋼來代有 我們的FIGHTERS 那當然呢 我們相信這次 而代鋼為了FIGHTERS 也特別拍了 一個廣告 非常的精彩 所以這個展明哥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哇 這個廣告真的是 代鋼很帥 真的是不用置疑的 所以我們拍了這個廣告之後呢 又更帥 而且有另外一番的瘋狂過頭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這個廣告 全台首播 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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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謝謝 請看 謝謝 謝謝 可以 謝謝 謝謝 壯壯的心臟 我有速度 讓對手卻步 不用穩定 讓逆境屈服 敢Fight就很帥 Bear Fighter 第六代Fighter 150 三樣SYM 好的 掌聲鼓勵 哇 相信大家拍的廣告也很有感覺吧 談一下這個拍攝的心臟 對 畢竟我對這個廣告不是很失業的 然後我們有很好的一個團隊 然後導演們還有莫莫的工作人員們 他們都是最優秀的 所以來把我們這個摸好拍的摸好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是 那這個拍攝的廣告的過程當中 聽說你也有稍微揮棒一下 舒緩一下自己的身體啊 對不對 心理方面都放鬆一下 對 有啊 就是他們 就是 讓我有個 動一種身體 那種動作都有 對 就像揮棒 剛剛有拍照 是 對 揮棒 楊帶剛只要有球棒在他手上 誰也無法打敗他 好吧 那再加上 我們SYM的 Fighter P.T.9150 真的相得益彰 那不過這個廣告的橋本的部分呢 你是不是也稍微撐一下一些討論 對 有 因為 那廣告是叫Fighter 剛剛有跟我們對我 也是一樣是Fighter 我覺得是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名稱 對啊 這個我知道戴當 剛剛還想到再講一下 你接到這個代言和發的代言受 你自己會覺得 好有緣分喔 又跟你們的日本部隊 都是對一起這樣 你應該覺得很有緣分 對 會啊 剛開始接到這個廣告的時候 我相信 剛好是跟球隊不一樣 我在想 球隊應該 很容易就答應吧 因為其實呢 我們要尋找一個代言人 真的很符合鬥士的形象 真的想得非說而就 而且呢 北海道那個部隊鬥士隊 他們一號背號的球衣 大家知道嗎 他是明星球員 才可以穿天字第一號 過去叫做新裝鋼子穿的 那現在是我們兩代鋼穿的 所以他就是Fighter 南河王 是他就是最佳的Fighter的鬥士代言人 是 不過我剛剛看廣告拍的這麼精彩 我們也很好奇 在拍廣告當中 應該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吧 有啊 有很多 我們已經幫你準備好一份影片了 我直接放給大家看 讓我們一起來欣賞 JGTBC的幕後花式 謝謝 那邊開啟了嗎 嗯 剛才就是有點緊張啦 然後我就是跟邦葛一樣 就是要去習慣他 你才會做得更好 就是我今天對這次的廣告帶來的感想 很高興還可以為三港做這些代言 我也很感謝三港 能夠找到我們兩個 我覺得很重要 不要為了快 穩定這些機能 這些都很重要 這次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保護你的建築物 一件工具就是 所以你要愛惜成 能夠做到那種漂亮 一定有它的意義在 如果的話我會 希望他們會從自己的夢想前進 而且能夠要懂得感恩 感恩對自己的父母親 你也不能做 傷害你生命的 尤其是父母親自己的家人 那些是因為我們做的 其實會有一個 好明白的 堅持自己 堅持到 堅持到就是堅持 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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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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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好 是的 大家為大家走過一天去看的 我們剛剛過後花絮 我覺得在這個夢幻花絮當中 看到了真正的鬥士 勇敢的堅持夢想以外 同時他永遠記得要感恩 感恩他來自的土地 他來自的地方 然後愛著自己的家人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剛剛那 特別有見面 我們身為Fighter 除了是鬥士要在外面打拼之外 要保護自己的家人 其實Fighter 也是要保護自己的家人 而且是安全第一 這是其實戴剛蠻強調的 當然是安全的都很重要 比什麼人都還重要 所以自己也做好自己 是,所以呢 HYM一直也是秉持著 除了快之外 也是在剛剛那邊講的 維持著安全第一 沒有錯,保護自己同時也要讓自己心愛的人傷心 是 今天呢我們現場其實有準備一個小驚喜要送給戴剛 因為呢馬上戴剛就要迎接你的很重要的大日子要來的 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那我們就直接祝楊戴剛生日快樂 哇 今天假的禮拜 一月十七號 下禮拜我們就是要戴剛 二十七歲的生日了 所以 那你一塊三娘特別安排的一個驚喜要幫戴剛之前過生日 對 而且他真的事前完全不知情 天啊,我活動把他活動在鼓裡 所以戴剛先跳這個戴剛先有什麼感覺 我真的很感謝她 當然我覺得生日不只要切戴剛之外 對,的生日不需要有生日禮物啊 您看到 것을它一通三郎 founded 一個私人的生日禮物來到現場 讓我們歡迎 這一個寫讓大家 г�戴 unquote 好來我們看一下剪刀的剪刀 讓剪刀的舞蹈一樣畫面喔 是 戴陽呢 我們現在 就體會像小朋友 拆禮物要快樂的感覺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戴陽 幫我們拆開這個紅色的燈帶 來看一下禮物是什麼呢 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兩位 先不要打開 先不要打開 往你們的左手邊來移動 想往剪刀這邊來移動 因為他比我更想知道 今天的禮物是什麼 好的 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要邀請到先禮跟戴陽 一起打開SYM戴陽送給 楊戴陽的生日錄 HAPPY FASTING 哇 生日快樂 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是SYM戴陽 怒上充滿祝福新氣給戴陽 也是為戴陽更的良心設計 充滿時尚感的專屬夾克 我們當然也請美女朋友們 能夠來捕捉這個畫面 慢一點好不好 同時呢 我們的鞋裡 很貼心的直接幫戴剛穿上 這件專屬的夾克 對 這是SYM戴陽 特別幫楊戴剛 做設計的限量放球夾克 哇 我們是不是也請鞋裡 在戴剛的身邊 兩人一起來進行合照的動作 看一下 自己前方的攝影鏡頭 加油 好 我們這個麥克風要趕快給戴剛 如果好像戴剛沒有很多話想跟大家說 是不是破目擊再想分享一下 對的話 戴剛穿上這個我們的棒球界 對 時尚型男 你覺得很帥氣吧 很感謝 對 很感謝SYM戴陽 為我準備這個生日當中 還有這麼棒的生日禮物 謝謝他們 真的很驚喜喔 對他吃鞋都不知道 然後 而且又很配合我球隊球衣 藍色的 藍色的 喔 又配合了 太早日了 我得共識對他們球衣 真的是相得一張太好了 因為這件夾子是專門為了 戴剛量身打造量身定做的 所以呢 我相信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也會很欣賞戴剛能夠穿 這麼帥氣的夾克上去 謝謝你 今天還有一個禁集 要跟大家公布是不是 是的 那個 我們看到 楊戴剛穿這一件 那個棒球夾克 這是限量的 是我們楊戴剛 一號球衣 還有我們楊戴剛的名字在上面 那 這是我們送給楊戴剛的禮物 那也為了要慶祝 我們楊戴剛這樣的一個生日 所以 我們希望把這麼帥氣的 棒球夾克 讓我們的大眾朋友有機會可以擁有 所以 只要 從今天開始 只要買我們Fight的第六代 我們就送這件帥氣的 楊戴剛限量的棒球夾克 哇 太好了 而且呢 新奇還有一波波 其實呢 我們剛剛的GVC首播 還有一個隱藏片段 大家還沒有看到 所以接下來想邀請各位欣賞的朋友們 我們一起來看看 GVC的隱藏片段是什麼呢 面對挑戰 你需要一個強壯的心臟 你需要一個強壯的心臟 我有速度 讓對手卻不力 我有穩定 讓逆境驅浮 趕快 就很帥 趕快 就很帥 BFighter 第六代Fighter 150 三陽SYM 來第六代Fighter 送楊戴剛限量棒球夾克 哇 哇 但剛剛還說你拍我 然後不是專業嗎 最後那個穿夾克的動作很帥啊 這個超帥氣的 運氣很久嗎 沒有 就隨便一穿就是帥氣展現的感覺 沒有 剛好 剛好 合身嗎 不然這樣好 現場要不要再幫我們 再做一遍這個動作 這樣 好不好 來 來 來 最後的那個畫面 來 哇 哇 掌聲 這個就是專業的球員 也是專業的廣告明星 謝謝戴剛 謝謝 那我想今天趁著這個難得的機會 我們一定要邀請我們所有奔養工業的貴賓 一起上台來跟戴剛合照 當然我們謝謝李菁在台上了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次歡迎我們的劉總經理 一起上台 特殊我們要邀請到楊姜江副走 也到舞台上來一起合照 還有我們的劉總經理一起上台 來 劉總經理這裡請 好 來 我們戴剛是不是可以再靠近這個車子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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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也請我們台上的劉哥兵朋友們 我們看一下正前方的瑞金頭 我相信我們今天很別出心台的那樣工業隊兵 都穿上了台風帶高的專屬甲克來到了現場 表示對於我們代言人的鄉挺 好 我們先看一下正前方喔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你們的右手邊好嗎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的攝影鏡頭 好 我們要往左手邊 同時不要忘記你的手勢要比出來 Be a fighter 右手握拳 放到左邊肩膀高度 好 我們先看一下正前方的攝影鏡頭喔 看一下正前方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左手邊好嗎 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緊接著我們再看一下右手邊 緊接著我們再看一下右手邊 當然呢 我們fighter的臉聲也是要非常的堅定 笑容要非常的燦爛 好的 我們再看一下正前方的攝影鏡頭 再讓我們在正前方的美女朋友們 能夠來捕捉我們台上fighter們 鬥士們的畫面 謝謝這一次 謝謝我們在台上所有 預備現場 單揚工業的各位朋友們 謝謝劉莊基麗 謝謝楊布董 謝謝李基麗 謝謝謝謝傑莉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對 接下來的時間當中呢 我們要繼續的劉戴剛在我們的舞台上方 因為今天我們媒體的聯訪時間 將直接用QA的方式來進行 那同時呢 在等一下進行完QA之後 我們會再進行一個大合照的時間 是 所以呢 在座的各位媒體朋友們呢 有如果要問戴剛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舉手發問 可以舉手發問 有沒有人要詢問戴剛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提醒你 真的為了 誰 誰 還